立體打印出金屬頭蓋骨 幫生腦腫瘤狗仔做撤除手術後 蓋著割走的頭骨部分 手術成效將被研究如何應用到人類身上 多倫多市政府分解廚餘成甲丸燃料 環保效益高 加拿大有90萬個電子煙用家 但電子煙對身體影響並沒有全面研究 政府亦未立法完善監管 公眾敦促正式延放 請留意今個星期三晚上10時 時代雜誌的報導 時代雜誌是由McKenzie Investments 萬順投資贊助播出